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美国Dennis留学频道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2日 我们到了游学,我们去游学到了水牛城 也叫布法罗 就是纽约州立大学的布法罗分校 有很多人把它叫做水牛城大学 这个学校是一个公立大学 纽约州的公立大学 它占地大概有中国的 它是365个acre 相当于2400中国亩 这个校园是很大的 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综合性的大学 所以我向研究生 就是想来美国读研究生的朋友 来推荐这个学校 它非常适合于研究生学习 而且本身它也是一个以研究 也是以一个以研究 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学校 早期在80年代的时候 很多中国的学生物研究 很多中国的学生物研究 制药 这个医学的专业的学生 当时还好像应该都是选拔吧 中国那边选拔优秀的学生 工费过来留学的 很多都是来这个学校读的研究生 那个时候还比较早 还不太流行什么 台美国读美高 甚至读本科的也是 几乎没有 都是到了研究生这个专业 要通过考试 国家安排你 就是把你送了 公派留学生送到这里来上学的 这个学校它的研究能力是很强的 曾经出过四位诺贝尔奖 五位那叫Police奖 还出过一个美国第十三任的 美国总统 它在美国的公立大学里面 是排在前20位左右 在全美所有这些大学的排名里面 它是位于在80位左右 而且它近些年来还被排 还被命名为了 公立长青藤之一 可见它在学术研究方面 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一般呢就是给这个本科生啊 给他们比较建议那些文理学院 因为呢本科生阶段它毕竟还是需要很多基础教育 素质教育啊 它不太涉及什么高深的这个科研的研究啊 但是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呢 就我觉得就不太适合 那个文理学院有的它近些年也有研究生专业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 它就是非常侧重于本科教育的 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呢 我觉得就应该选择这个综合性的大学了 这个大学它的优势专专业呢 现在这个时候说起这个大学来呢 就是好像比较适合吧 因为现在中国正在有这个疫情嘛 这个叫新冠病毒啊 疫情 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生物研究方面啊 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这个正好这个学校 这个专业就非常的好 它还有一个癌症研究所 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药学呀 生物学呀 医学呀 还有牙科呀 这些在 这个专业排名方面 它们都是 列于前 有的在前五位 前十位和前二十位的 都算是比较顶级的了 这个学校它呢 为什么医药学这个专业就是非常的著名呢 因为它本身起源于 就是大概有二百年前的吧 这个学校有二百年的历史了 一八几几年嘛 那时候建的时候 它就是 它本身当时就是一个 医学院 私立的医学院 美国公立学校 开始兴建的时候呢 很多私立的学校 它就 私立的大学 它就卖给了 等于是卖给了政府 当时这个医学院 卖给政府之后呢 虽然变成了一个普及型的公立大学 因为公立大学 你在这个范围内 纽约州 它是每隔大概四十英里 就会有一个州立大学的分校 只不过有的大有的小 你在大城市 建的这种人多嘛 所以它的规模就比较大 你在小城市建的那个规模 可能就比较小一些 因为它周围也没有那么多的生源 但它们都属于纽约州立大学 这个系统的 这个本身这个布法罗这个城市呢 是纽约州的第二大城市 就是除了纽约是第一大城市 它是第二大城市 它附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个都知道吗 这个城市呢 就是布法罗这个城市 也叫水牛城 它就位于这个尼亚加拉河的南岸 我们前几天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学 现在是回来的时候 一直从它的北河口到了南河口 它就是这个 这个城市就位于南河口的 这个河的发源地 离多伦多 它是在纽约州跟加拿大的交界的地方 离多伦多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离纽约就是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这个交通位置还是四通八达的 这个学校因为太大了 所以我们走不了那么远 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视频呢 就是开车绕一圈 可以看一看它的整体风貌 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大学 科技医学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顶尖的 我们中国的前教育部长 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叫什么周 我忘了他叫什么了 他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还有一个是被称为中国物理之父的 一位先生姓什么 姓炎呢 他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所以这个学校还是出了几位名人的 尤其华人来这儿读研究生的比较多嘛 好 我们往这边走一走 因为现在今天是周末 学生都出去回家的 或者是度假的呀 没有什么人 只有三个学生过来 这个医学院 因为它的前身就是一个医学院嘛 所以这个学校非常适合那些国内的医生 想进修啊 想读研呢 或者是学生物之药 这个专业的 还有是公共 公共卫生与健康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什么疾病控制中心啊 就是跟这个治疗 这个管理这个 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的这个专业是非常对口的 所以说最近我还发现有一些国内的医生 他们咨询我 说哪个学校好 他们大部分现在都是已经是一些已经工作的医生吧 甚至还是一些甲地医院的主治医师 想出来进修 或者将来想通过 留学来移民的 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 非常适合的 为什么适合呢 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医学 医药学 公共健康 什么牙医这些方面 生物研究这些方面 它的学术成绩非常非常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 纽约州立大学呢 被称为是 被称为是这个性价比最好的州立大学了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公立大学的话 为什么性价比好呢 它的学费低啊 一般的 你像加州那边的那些有名的大学 它的学费都是 在将近四万多吧 每年啊 每年的学费 还不算 不算什么吃住的费用 加上吃住 你像哥克里啊 还有洛杉矶分校啊 他们一年下来 可能加上吃住 都要到六万多 七万左右了 但是纽约州立大学呢 有这几个 这几个很有名的分校 一个是这个 布法罗 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分校 还有 比哈姆特 比哈姆特是 那个是以计算机啊 会计啊 那个专业比较著名的 嗯 还有就是纽约州府分校 奥巴尼特的分校呢 它是以纳米技术教育 它的纳米研究中心呢 是在世界上第一的 还有它的教育学院呢 公共关系呀 什么心理学呀 就那个学院比较侧重于是 类似于文科吧 除了它的纳米技术中心之外 它的文科教育搞得比较好 还有一个分校是叫实习分校 在纽约长岛那边 嗯 也就是那个物理诺贝尔奖 那个82岁的诺贝尔德奖 杨振宁他任教的那个学校 那个学校呢 是物理学工程吧 以工程类 为主的一个学校 物理学呀 化学呀 这个专业比较有名 这四个学校 这四个分校呢 都是 就是排名 在综合排名 在美国是前100以内的 基本上都是在 80啊 80左右 排名比较靠前 但是学费只有两万五左右啊 两万五左右 有的高点有的低点 每年的学费 这个就比其他的州的那些 知名的大学的学费呢 几乎是 五只 几乎是便宜了一倍 所以说它的这个 这个性价比啊 被称为是全美性价比最好的 州立大学了 如果呢 你不能够被那些 长青藤名校录取的话 我觉得这些学校 这个学校是研究生的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尤其是对学医药 什么 医药啊 医学啊 这个专业的研究生 非常适合的 这些是刚才我们走过的 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教学楼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